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女友苏珊奇怪的是,查理脸上丝毫看不出伤心 原来自由丧母的查理一直和父亲关系很不好 他16岁时将父亲的厂盆车偷偷开出去带同学兜风 竟被父亲报警抓了回来 还让他关了两天拘留所 年少的查理气氛不已 认为自己的父亲心里还没一辆车重要 他自此便离家出走再没回来过 查理说,从小能让自己内心感受到一丝温暖的不是家人 而是自己幻想的一个语人朋友 只有他能唱着歌,陪伴自己度过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夜晚 现在查理所关心的只是能分到多少遗产 他认为自己理所应当的会继承所有财产 但当律师说出,查理只分到那辆破厂盆车 父亲把300万美元遗产都给了一个神秘的受益人时 查理彻底对父亲失望 当场诅咒父亲下地狱 并决定找到那个受益人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辗转几次,他在一家疗养院找到了遗产的寄承人 患有自闭中的亲哥哥雷蒙 什么,自己居然有一个从没听过的白痴哥哥 父亲还把遗产全部留给了没有任何金钱干净的他 但没主,遗嘱上明明白白的写着雷蒙的名字 看着这从未见过面 由达子丁霍夫曼饰演的呆呆傻傻的哥哥雷蒙 查理也嫉妒不已 但他转念一想 若我把雷蒙带走,变成他的监护人,那他的钱不就得分我一半吗 于是查理瞒着医院把哥哥骗上车 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看过与哥姐说的良意的小伙伴都知道 与自闭症患者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雷蒙受不了一丁点改变 面对新环境,要求床必须扣墙 甜点一定要吃西米布丁 而今天是周一,必须要吃披萨 到点必须看电视 晚上11点要准时熄灯 而查理非但不关心雷蒙 还骂他这些行为像个白痴 善人的女友看到查理 为了钱绑架亲哥还冷漠的羞辱他 对他失望至极 大吵一架后愤然离开 乌鲁偏逢连夜雨 查理拿个个妖邪疗养院 又遗产被直接拒绝了 初红还打电话来说公司出事了 让查理赶快回洛杉矶处理 那就先带雷蒙一起回洛杉矶处理公事吧 然而就在登机的前一刻 雷蒙却死活不上飞机 并说飞机是很危险的 所有航空公司都发生过坠机事件 查理才不管的这些 直接生拉硬拽的准备带他走 没想到哥哥当场情绪失控的大叫起来 没主了 本来坐飞机三小时就能到 现在得开跑车跑三天 查理快被雷蒙搞崩溃了 这趟旅途的开始 也是查理噩梦的开始 路上雷蒙不停念叨 自己就在十一点上床熄灯睡觉 今天是周三 中午必须要吃炸鱼条 喝橘子汽水 晚上必须听着电视节目画面 还必须穿着 疗养院附近凯马特商店买的内裤 都跑出去几百公里了 我上哪给你整内裤去 去的查理直接在高速上 把雷蒙的内裤扔了出去 下午五点要看电视节目 逼的查理在路上找了家农户 联盟带骗的忽悠女主人 陪她看完电视才启程 只要有一点跟以前的生活 不一样的地方 雷蒙就一直唠叨 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而在两人相指的过程中 查理也渐渐发现 哥哥有着异于常人的特殊能力 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 能只用一碗便背回电话板上 整本人名 号码 牙签掉地上仅几秒 便能数清一共有多少根 能清楚背出历史上航班逝世的日期 和乘客姓名 画的画跟食物一毛一样 除此以外 他的心酸能力堪比计算器 还能经济的小数点后几位 多数自闭症都无法与人沟通 像他这样的高功能自闭症患者 实属手剑 晚上查理按照雷蒙的习惯 布置好了吕说 洗漱时 雷蒙嘴里不停的念叨 滑稽于人 滑稽于人 诶 这与人不是自己小时候幻想的朋友吗 雷蒙是怎么知道的 正想着 雷蒙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 上面的小男孩是查理 大孩子竟是哥哥雷蒙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 没查理唱的耳锅 记得自己去疗养院时 小查理跟自己挥手告别 而雷蒙之所以愿意跟着查理 走出两个园碑 带这么远 也是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这是自己最爱的弟弟 这时查理才去知道 小时候幻想的陪伴 安排自己的语言朋友 正是哥哥雷蒙 是幼年的自己 把Raymond毒成了Raymond 查理十分不解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父亲 一直让哥哥自己待在疗养院 不让他回家呢 正要想着 查理拧开了浴缸水龙头 雷蒙却突然大叫 可怕得很 热水会烫宝宝 一盆会烫小宝宝 查理极力烟味 我没被烫伤 老哥 我没事 雷蒙轻轻地摸着查理的头 都弄到 该去疗养院了 不可以伤害查理 查理这才明白过来 可能是父亲误会了 患有自闭症的哥哥 以为他会伤害到自己 才将哥哥送到了疗养院 查理一直以来 都觉得父亲对待自己严厉无情 嫉妒哥哥分到大笔遗产 原来自己才是 被大家一起关爱的那个人 父亲牺牲了大儿子保护自己 自己却指着父亲去世 也没有谅解他 而眼前这个嘴里还在念叨 不能伤害弟弟的哥哥 曾经也给予了自己珍贵的爱 查理温柔地帮哥哥脱下鞋 盖好被子 心中愧疚万分 这个与自己最亲的人 从小失去了家人的呵护 自己却这样待的 思考良久 查理给女友打电话真诚地道歉 希望能与他和好如初 次日查理接的电话 初衡因资金周转不灵 没撑得他回去就倒闭了 而他还要面临八万美人的巨额赔偿 这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查理在荒野里骂着娘 吃饭的时候 雷蒙又在无意中表演 自己过目不忘的本领 查理灵光一闪 利用哥哥的天才阶劣去赌博 一定能大赚一笔 说干就干 查理掉转车头 当掉了自己的金表 给俩人置办了两身帅气的西桌 救护了雷蒙赌博的基本规则 带哥哥来到了赌城拉斯维加斯 树也有专攻 有着超大储存工业的雷蒙 在心里借下了整整六盒扑克牌 每决都能精细地算到 庄家手里剩余的牌 压哪哪中 带着查理大杀四方 一会儿功夫 便赢了赌场八万五千美元 这引起了赌场员工的注意 可调取监控左看右看 这俩人既没偷看牌 也没使用电子设备 真是奇了怪了 不可能有人能记住这么多牌 外面的世界 令长期待的聊演员的雷蒙 感到心切不已 还在赌场邂逅了一位 极有魅力的夜店女郎 对方随口说的一句 晚上十点约会 也让雷蒙期待不已 一直重复着 想要和女孩约会跳舞 查理看老哥撩梦心切 主动教他跳起了交际舞 雷蒙学得很快 不喜欢和人身体接触的他 也习惯了握着弟弟的手 好事接踵而来 这女友苏珊也来找查理 与他和好了 十点到了 夜店女郎并没有来 人家只是随口说说 但雷蒙当真了 善良的苏珊 看着雷蒙失望的样子 为安慰补偿的 在电梯里与他一起跳了一支舞 当听到雷蒙说 自己从未亲闻过女孩时 温柔的赠送了雷蒙一个香吻 令雷蒙体验到了背腕的感觉 这就是母亲的力量吧 经过这趟旅程 兄弟二人的心贴得越来越近 隔阂进修 查理还给哥哥 买了他一直念的影片 模仿着哥哥的样子 边吃零食边讨论剧情 他也决定放弃遗产 只希望能取得哥哥的抚养权 照顾他一辈子 查理对辽颖院院长 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歉意 并拒绝着院长开出的25万巨额支票 之前的20多年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哥哥 现在他想用正规的心理评估方法 合法征集到哥哥的监护权 好好弥补他 这期间 查理尽全力保护哥哥 用心记住他的习惯爱好 两人对话越来越多 甚至能互相开玩笑 到了心理评估这天 看着这个无自理能力 又继承巨可的雷蒙 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后 冥想倾向于把雷蒙送回 更专业的疗养院 他一连问了查理几个尖锐问题 你是不是把雷蒙从疗养院绑架走 带着他去赌博 中途还要求他 向院长要一报遗产 他在中途有没有过自暴自弃 你真的有能力经历 照顾一个自闭症患者吗 查理无法解释 坦诚的说 我有一个不太熟悉的父亲 和完全不熟悉的母亲 我没有对他们近一点孝道 现在我发现我还有个哥哥 一开始我是想拿着换钱 可在这一周的相处中 我们能正常沟通 并且心灵相通 他这段时间过得 比之前二十多年都高兴 我想一辈子照顾他 我没伤害过他 他也没伤害我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为什么你们总是想把我们拆开 嗯 说的也有理 最后医生决定 听听当事人的意愿 雷蒙 你想跟哥哥住在一起 是的 你想回去瓦布鲁克吗 是的 雷蒙 你想跟哥哥一起住在洛杉矶 还是要回去瓦布鲁克 是的 医生告诉雷蒙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但雷蒙一直重复着 回瓦布鲁克 跟查理住在一起 或许他并不是不知道 这是个选择题 只是因为雷蒙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不能多选 查理不忍心再看医生 继续折磨 瓦布鲁林崩溃的雷蒙 喊了停 对哥哥回疗养院的事妥协了 心疼的安慰他 我不会再让你回答问题了 我保证 听着 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说话 院长对你很好 他会带你一起回去 关于我跟你一起相处的这几天 所产生的联系 我很喜欢你这个哥哥 雷蒙听后将头贴在弟弟头上 兄弟俩一起享受着 这一刻的美好气氛 我很喜欢有你这个哥哥 是的 查理吻了吻哥哥的额头 难过的背过了脸 次上查理将哥哥送到了出站 你好雷蒙 你想不想换上凯马特的衣服 凯马特的东西很烂 雷蒙竟然学会开玩笑了 查理交代着给雷蒙买的零食和影片在包里 他虽没有监护权 但还可以随时去探望哥哥 保证两星期后会去看望哥哥 查理一脸不舍地目送哥哥上了车 雷蒙告诉弟弟 14天336小时 20160分钟 1209600秒后就又能见面了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雷蒙拿着查理送他的移动电视 嗯 不好就下一个 好就下两个 查理欣慰地笑了 红着眼眶目送哥哥进了出香 列车缓缓开动 向远处驶去 查理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上帝关上一上窗 就会打开另一扇门 语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据说影片中的原型人物 自闭中弟弟记下了一万多本书中的内容 这令宇哥不禁再次想起了之前曾讲过的良意 剧真的秀恩也具有异于潮人的空间透视能力 饰演秀恩的弗莱迪海默与饰演雷蒙的达斯汀霍夫曼都是演技派 二人的行为举止有着惊人的相似 闪躲犹豫的眼神 不喜欢肢体接触 不喜欢改变家中物品的位置 还有他们的强迫症 以及令人称极的特殊能力 自闭症是一种脑部因发育障碍所导致的疾病 情绪言语表达困难 及社交互动障碍 会对限制行为或重复动作有明显的兴趣 影帝达斯汀霍夫曼 为演好这个角色 也与一名自闭症患者相处了一年 细心摸索人物性格 精彩演出了自闭症患者的强迫性 仪式性 重复性和刻板性等特点 令本片当年一举多的奥斯卡几项大奖 本片中除了两大男士的精彩演以外 最让人触动的是这份迟来的兄弟情 图谋遗产的查理 在与单纯善良 没有分辨能力的哥哥相处的过程中 渐渐理解了亲情的真正含义 父亲母亲 哥哥都为自己付出颇多 而查理在如今的渐渐明白 血淫的亲情和真挚的手足之情 渐渐幻想了他的心 取代了他原本一心求力的私心 影片基调平淡闷和 没有悲痛的生理死别之情 却让观众感受到无限暖意 慵懒细腻的画面 闷情而深刻的感情 流淌的手足情深 当两人额头相碰的一刹那 两个迷失的孩子 终于都有了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支持小宇哥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公众号 搜索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